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他也是一公子小时候羡慕的对象 开门 那会儿其实我特别希望也有一对风火轮 这样我每天就能多睡十分钟 起床之后踩上风火轮 咻的一下到学校 再也会用单轮迟到了 所以我还特地去调查了一下这对风火轮的来历 风神演义里有一种说法是 清完火火焕化过这对风火轮 另外一种说法是 能长的师父太极真人送给他 因为左轮是风用轮喷火 所以叫做风火轮 总之流传下来的传说里 风火轮虽然长得像两个会喷火的自行车轮 但是却有很强的威力 那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 这一对神奇的风火轮 这是艺术 这是艺术家拍脑袋肚转出来的 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和渊源吗 今天一公子就变成一真套 让我们穿破历史的底库 寻找隐藏真相 这是现在我们掌握的基本资料 你可能已经发现哪吒的父亲姓李宁静 但是哪吒却不是叫李渣 儿子的父亲不是一个姓 那真是亲生了吗 而且你怎么听哪吒这个名字 都有点像外国的名字 可是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事出反常必有妖 原来这位脱塔李天王是小说虚构出来的人物 他的原型是古印度佛教中护法大神多文天王 而且他有个儿子叫做那吒俱波罗 为了方便都叫他那吒 而那吒在翻译到咱们这儿 渐渐就叫成了哪吒 你瞧 这是咱们的第一条线索 哪吒不是中土人士 而是古印度人 并且和古印度的佛教大有关系 对于佛教这条关键线索 大部分中国人都无陌生 甚至许多长辈都会在家里摆佛像早晚朝拜 但其实古印度佛教刚出现的时候 佛陀不允许塑造佛像 因此人们在思念佛陀的时候 更多的只能看一些象征物 比如莲花法轮 还有佛陀的足印上的 而这中间的法轮和足印 就跟咱们今天的调查目标 烽火轮有着莫大的牵连 比如法轮 根据佛教典籍的记载 它能催破众生吃恶 能碾碎山月岩石 而足印其实说的是 佛陀的侥幸各有一个伦宝分 它能够摧拂怨敌和恶魔 所以说到这儿呢 答案已经慢慢浮现在我们眼前了 哪吒的烽火轮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艺术家把古印度 佛教里头的法轮和足印相结合 再增添一些艺术的加工 最后形成了混合物 这就好像科幻小说梦幻小说 无论再如何天马行空 再怎么肆无忌惮 但最终也是无法脱离现实生活 古印度佛教自传入中原的那一刻起 或许就不再是它本来的面貌了 中原大帝以它极强的包容性 对佛教有了不同的演化 而这才是艺术更大的魅力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心中如果还有什么未解之名 欢迎留言评论 反正你不懂 我也未必会懂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